大家好,今天我们来看一个被叠了多层buff的硬盘 首先这一个盘是进水的 其次这一个盘是上加修过的 但是没有修好 从外观上可以看到 应该是芯片被加焊过了 然后这一个盘是灌满黑胶的 加焊的时候非常容易爆锡 最后最要命的这个盘是海力士的芯片 在DIY圈子里的老鸟应该比较熟悉一点 海力士的芯片非常容易漏电 就是不带热 里面的数据受热意分解 维修这一个叠了这么多层buff的硬盘 说实话我还是心里有点慌的 目前这一个盘的上电电流 只能跑上去一点点 这个盘肯定是没有正常工作的 并且我看了一下 这个电杆旁边已经有腐蚀的痕迹了 我们先来量一下它的供电跑到了哪一部分 腐蚀的这一个电杆它是有电的 虽然外表看起来脏了一点 这边有 这边也有 这一个怎么只有0.4V的供电了 给我的感觉应该是不正常的 虽然我要顺着这个供电电杆的走线测量了一下 发现这一个电杆对应的居然是一个核心的VCCQ供电 那它对应的核心供电具体应该是多少呢 别慌啊 这时候料板就应该派上用场了 从好盘上面可以测量到 这对应的是一个1.2V的核心供电 接着我又用我的24K钛合金狗眼观察了一下 发现旁边的这一个小芯片 有一只脚好像已经没有了 目前还不能确认是不是这个原因导致的 但是既然有料板 我们可以尝试性的把这个小芯片给它替换一下 芯片换完 电流直接轻松跑上去 硬盘上机还是可以轻松点亮的 不过这一个硬盘的占用率一直在百分百 并且我这个磁盘管理也跟着一起卡住了 估计是上家在干这一个盘的时候 干的时间太长了 导致这一个颗粒漏电了 不过还好 刚才我已经用PC3000跌跌撞撞的 把这一个盘全部给它滤完了 本想着今天遇到这种多重buff的盘又要翻车的 幸亏它还给我留了点面子 万一是这个颗粒之前底下被干爆锡了 再让我重新干一次这个颗粒 有大概率我也是要翻车的 说到海力士 那就不得不提一下它的老乡三星了 这是一个三星的PM9A1 也就是980 Pro的OEM版 出厂日期非常新 2022年4月份出厂的 硬盘我简单看了一下 它现在是不上电的一个状态 这个电流现在只是我的转接板电流 所以这一次我准备 直接先给它换一个保护隔离管试一下 这个管子呢可以直接从这一块料板上面拆到 保护隔离管换完以后 这个电流只比刚才高了那么一点点 之前呢是1.31的 现在呢是1.36 随后我又给它重新测量了一下 上面的供电 供电这一边呢 是已经全部都产生了 主控供电是有的 缓存也有 颗粒VCCQ也有 3.3主供电也有 并且刚才我又短接上机测试了一下 这个主控 现在短接这个主控是无法识别的 那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这一个主控挂掉了呢 目前还不能太肯定啊 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一个主控干下来 重新给它植一遍球再装回去看一下 如果这一个主控依旧是一样的情况 那就证明是这一个主控挂掉了 三星的硬盘主控挂掉了 那肯定是复活不了的 主控拆掉以后 我观察了一下 有点令我大吃意惊啊 主控接口旁边的这些焊盘居然掉了一大片 并且接口部分 我看了一下 还有轻微向下凹陷的痕迹 就是左下角这里 这个盘有大概率 可能是因为装机的时候 大力出奇迹导致的 如果这一个盘要维修 那就只能更换整个底板了 但是更换的价格 肯定比它买一个新的成本更高了 只能到时候再跟这名网友确认一下 再进行下一步操作了 看来刚才的这个一个保护隔离馆 应该也是误干了 送走了第一个三星 接着还有一个三星啊 这个也是PM9A1 并且还是二修的 需要做资料恢复 硬盘呢是L楼7结尾的 证明这一个盘 应该是联想的O1样盘 生产日期呢 是21年7月份 现在是23年3月份 看样子 这个盘应该是过保没多久就炸了 虽然联想的笔记本存在计划报废啊 但是不知道 这个硬盘是不是也存在计划报废 不过因为是三星的PM9A1 本身就自带buff的 并且联想的硬盘还挂满了这一个黑胶 从这一边就可以看出溢出来的黑胶啊 只要动一下里面的芯片 这个主控板肯定是包报废的 又是一个叠满buff的硬盘 现在这一个盘的商店电流是卡在0.25 不会挑变了 主控应该是工作了 但是也有概率是固件挂掉了 我们先短接上机测试一下 短接直接识别EG 目前只能证明这个主控是已经识别到了 但是工作所需要的条件有没有满足 还需要进一步的确认 先来测试一下这些工作所需要的电压有没有全部正常产生 这里有电 这里有 诶 这个电感好像没有电了 这边有 这里有 这里也有 这边1.1V是OK的 通过刚才对第一个三星硬盘的测量可以得出 这一个电感输出的是一个1.2V的供电 所以我又观察了一下周围 发现电感左边的这两个电容居然是爆锡的 上面还有两颗锡珠 而且两个电容还同时一起爆掉了 下面这里也有一颗电容是爆锡的 硬盘自身也没有加焊过的痕迹啊 这应该是触发了某种熔断的机制 并且爆掉的地方全部都是打黑胶的 世界上真的有如此巧合的事情吗 硬盘从哪里拆下来的 我也跟这名网友确认过了 只能说不会是你联想 所以我又直接测试了一下这两颗电容 可以听到直接对地短路的声音 并且我又测量了一下这一颗输出的电感 输出的电感也是对地的 下面这一颗电容我也测了一下 不过下面这一颗好像还没有完全爆掉 现在已经知道这两颗电容它是短路的 不过因为上面打了黑胶 所以不能直接用风枪去拆 我们直接采取一些暴力的手段 把这两颗电容直接割了 两颗爆锡的电容拆完以后 结果还是短路的 包括旁边相关联部分的电容 我也给它顺手拆了 但是情况依旧是一样啊 这个输出电压只有1.2V 而且这边都是大芯片 直接烧机肯定是烧不出来的 现在我也只有最后的方法了 我们直接来干颗粒 毕竟电容都爆锡了 颗粒底下爆锡也是有可能的 颗粒拆掉以后 供电直接轻松恢复 难道真的是这两个颗粒也一起熔断了? 我们先把这两个焊盘给它处理一下 顺便把拆下的这些元件也补齐 非常遗憾 在刷完第一个焊盘的时候 我发现周围有黑胶的这些地方 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掉点 为了提高这一个修复成功率 我想给它直接换一个底板 但是我手上只有2款的料板了 这一个盘是21年的 部分电路布局还不一样 好比如说这一个21年款的 电阻这一边是有的 然而22年款的这一个 电阻已经去除掉了 还有没有其他不同组织的地方 目前也无法判定了 反正结论就是无法直接替换 要想完成这一个盘的维修 只能再找一个21年款的盘了 我这边已经加急订购了21年款的料板 今天完成修复是不可能了 只能等料板到了以后 再继续进行操作 来看一下这一周的硬盘测试情况 英瑞达这一边是写了1330多T 由于上一周已经出现报错了 这一周几乎是完全不会动了 来看一下任务管理器这一边 现在一直写入都是零啊 测试软件一直也是卡死的状态 再来看一下这个凯霞的 凯霞自从健康度用完以后 就玩起了摸鱼模式 写入速度现在最快也就600兆左右每秒 对比之前性能几乎是降低了一大半 看了一下写入量这里 写了1330多T 看来固件上还是有自保策略的 姿态这一边一个20% 一个19% 现在两个盘分别都写了1500多T 按这个推算 健康度如果要归零 可能需要写1800到2000T的写入量才能完成 再来看一下这个性能 速度方面对比刚开始测试的时候 几乎是没有什么太大变化的 如果要用一个字来概括的话 稳就对了 感谢观看